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了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市 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网友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浪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我们频道遇上了经营困难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今节我们讲讲越南 越南其实之前就被全世界的大厂家 韦尔总任给一个很大的希望 希望他们成为了 中国以外的新的供应链中心 但会不会最终成功呢? 其实在新冠之下 很多的投资者 是信心受到损害的 最近几个月由于越南新冠的个案激增 而且疫苗接种率 也不是很高的 所以这个国家 只可以用严格的封城措施 压制了商业行为 越南作为 欧洲很多大厂家 和美国很多大厂商的 亚洲主要投资中心 声誉是受到损害的 其实越南共产党 政府 9月中旬宣布 对不起 我们 清零的政策 要放弃 要和新冠共存 这样才令欧洲的投资者 稍微乐观一点 因为这个国家南部的商业中心 是疫情爆发的一个 很大的爆发点在哪里呢? 胡志明市 大部分当时 他真的限制得很厉害 他买菜也不可以的 是那些人送的 菜和肉去他们家的 其实10月1日正式 叫做解封 去年 越南 亦和台湾地区一样 被誉为世界上少数 成功压制疫情的地方 澳洲也是 这些多数都是后来的 是经常的 越南也挺厉害的 9600万人口 差不多一亿人口 去年 2020年整年 才是有1465个个案 35个人不幸地走了 经济增长 也有2.9% 那一年 在亚洲 越南就是少数几个可以经济增长的地方 但是 很不幸地 今年7月初 去年听着 去年就是 1465 直到今年7月初是多少呢? 多这个数字很多 那现在 已经是到81万多 你想想 本来是四位数 八十多万 是 六位数 六位数 多了两个数位 除了 饱受这个 叫做动荡的缅甸之外 越南的疫苗接种率 是东南亚最差的 竟然 是的 大约不是没有疫苗 也有很多人送疫苗给他们 原来 全越南 只是大约十分之一的人口 是完全接种了 很低 很低 真的很低 那厂怎么开 怎么生产 所以你说 会成为新的供应链中心 不行 起码不是这一两年的事 因为你从新冠当中恢复也不是那么快 我们看到了好像华盛顿国家 战略学院的教授 叫 阿布扎 他就说 很明显 越南共产党 对这个 Delta变种 传播到越南 根本是措手不及的 而且之前他们的疫苗推广 是漸漸自起 初初还可以的 后来就越来越松了 就搞成这样的局面 为了阻止这个感染的激增 越南当局就实施了最严厉的封城措施 自从7月初 最大的经济中心胡志明市大部分地区 处于严格的封城状态 军队是在街上巡逻 是阻止居民离开家 这个国家最大的城市 就好像 死城 越南 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可以住在胡志明 十分之一的人口住在胡志明 但是 新冠离开家的人 有80%都是来自胡志明市 以及 感染人数 接近一半都是来自胡志明 即是 这个国家 其他 受影响 的地区 就不在经济中心 那么大事 不过其他的大城市 好像河内 北部工业省份 因为北部工业省份 也有很多工作 过去三个月 也面临严厉的封城状态 结果造成工人短缺 送货司机短缺 工厂关币 服务业 当然是停滞不前 官方还说 上星期 是新鲜滚烈的数字 今年越南第三季度 经济同比 收缩了百分之 6.1% 亦是2000年以来首次 季度性下滑 以前没有的 因为越南一直都是高歌猛峻 因为这些本来没有那么先进的国家 它一爆发起来就很厉害了 不过越南 也是 收缩了百分之6.1% 上个月底 屋楼兼逢年夜雨 美国巨头 苹果公司也说 由于 越南的生产问题 他们新款手机iPhone 13 的发布将会被推迟 三星 都有一半的智能手机 在越南生产 当然 当然供应链是断了 所以只可以关闭几家工厂 所以其实你说越南会不会成为新的 供应链中心 我觉得 起码这一两年就不会了 但是你恢复的话 说就恢复到疫情的一两年 但是你疫情之前 都不是最大的供应中心 是吧 所以是要 一段时间 根据 越南欧洲商会 Uracham 的数据就显示 他们 已经 有18%的公司 将 生产线转移到越南以外的地方 其实 就是去中国的 因为中国疫情控制得比较好 另外 16%的公司准备这样做 根据 越南德国工商会 公布的一项数字显示 83% 活跃在越南的德国公司 就说 运输问题 成为了 供应的瓶颈 和价格上涨的原因 三分之二的公司正在考虑 将一些生产线 迁回欧洲 和宁愿 其实这些欧洲投资者 是极度不安的 嗯 专家就说 其实他们有个静静地撤走工厂 不会 有任何 国家大声地说 我已走啦 我已撤离啦 一些企业只可以重新 考虑他们的全球供应链 保证他们经济活动 嗯 嗯 当然 困难是暂时的 不过不知多久 是 我可以这么说 不是一条叫做 不归路 但是 现在真的要等一两年的话 你始终都要生产东西 是吧 连澳洲呢 都是这么说 澳洲的知名学者 来自New South Wales大学 即是UNSW 一条 那么 他们的荣誉教授 叫Tayer 他就说 越南最近 是放弃了他们的清零政策 因为他们知道 在 Delta变种之下 根本不可以清零 一点都不现实 现在越南的大流行困局 也促使了 欧洲 国家之间的合作 因为 现在欧洲国家要自强 才可以 抵挡到越南 一波 不安的疫情 当然 现在是慢慢 放松 但是 你也是要一个时间 是吧 你一下子放松 你又不可以 因为你没有这个条件 没错 真的没有这个条件 越南政府一定要做事 上个月 越南政府 就和 各个国家的商会 欧洲 美国商会 都开了会 越南总理 范明正 就希望 欧洲你们不要走 继续留下 我们会听你们的意见和建议 我们是会有改善的 其实 这些商会会给它压力 现在 大约有十几个欧洲国家 向越南捐赠了疫苗 越南也是联合国 COVERS 疫苗 援助计划的 主要受益人 这个计划 亦得到欧盟大量的资助 欧盟政府 就说 希望你不要再封了 封来封去的话 我们不得了 原来 欧洲有些国家就走 但是有些国家就想着 都走不了 有消息就说 一群欧洲投资者 希望 籌集到 大概 10亿美金 在越南东部 巴地投顿省建立一个 物流中心 这个 就是欧洲 到目前为止 越南最大的投资 为什么要搞这些物流中心 因为 那些物流不行 所以最好欧洲人自己管 他们就想着这样 但是 现在也不关你什么人管的事 其实越南的工厂很多都是 白人去管 高层那些 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的原因 就是新管 嗯 所以我觉得 虽然 世界银行依然对越南 的经济增长 觉得今年 也是会有增长 但是 亚洲开发银行最近就将 越南的 增长预期 下调到 3.8% 明年这两个机构 就觉得越南增长可能会变回6 的 6%或以上 已经是接近新冠前的水平了 希望他们快点去 做好 因为越南全国的疫苗接种率太低了 是的 但是 欧洲投资者 做生意的地区 他们就说 我现在工厂地区麻烦你 一定要帮我 大力 抗大疫苗接种 越南卫生报 是答应了他们的 在胡志明市 新鲜滚意辣的数据 是有超过九成人最少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因为 他们也很棒的 知道欧洲人在那里投资 那里的人就叫他们去打 另外 首都河内也是超过九成人 接种了第一剂疫苗 但是 我觉得 起码到2022年 年初才可以恢复正常一点 你说 越南是否可以成为新的 供应链中心 还是很长时间 我觉得 不可能 但是 可能要等的时间要长一点 另外 好像德国之星 这些欧洲媒体就说 封城结束之后 更加麻烦 因为 越南人 我用英文引述 就是堪食的 私乡 因为他们在胡志明 不准走 不准出 不准入 很多工人 已经离开了工业区 回到他们的乡下 要见家人一面 我有节目也说过 他们的乡下 因为是比较落后地区 但是 有担心 他们在胡志明 过来的人 是有新冠 所以有些地方 拦住 不让他们进入乡城 不让他们进城 又不让他们进入乡 因为那些省是没有新冠的 胡志明是最努力的 他们担心 胡志明 远返回去 返乡人士 将新冠带到他们的乡下 所以都很凄凉 其实越南人和中国人都很相似 那些想法 对于乡情是很重的 有些人对着 伦敦金融时报说 我宁愿不要工作 我都要返回乡 因为其实 说真的 在越南 找份工厂工 并不是很难 因为始终都是 发展中国家 工作机会比较多 但工钱当然 不及其他国家高 但是 对于他们来说 找份工不难 但见到 乡下 见到亲人更加 重要 因为新冠那么久 如果有什么 三长库短的话 可能看不到 是吧 一位接受CNM 访问的 越南的务工者 即是做工的人士 就说 如果 没有政府和公司 支持和保证 我们 是很难感觉到安全 未来几个月 反乡的人增加 但是 那些人 会不会这么快回到省 那里做工呢 好像回到胡志明 河内的地方做工呢 其实 西梅 是很 悲观的 好像彭博的说 他说 没有东西留下 只有恐慌 个个都是想着回家 起码看到家人 如果不是 真的 但是 虽然胡志明也是个大疫区 如果你很不幸地 买了事 是吧 那么 三长库短 看不到人 看不到家人 其实越南人 因为越南也是 我们传统的 叫做瑜伽文化圈的影响 对于家 这个概念 是浓很多的 所以他们反乡也是正常的 我看到越南也是 所以 开幕车比较多 有些人 开十几个小时 幕车都回家 二十几个小时 是的 二十几个小时 因为中间要休息一休息 那没办法 因为 在胡志明有了这么多个月 大马上的家也不能出售 他们比较严格 是的 所以亦都知道可以这样做 所以我觉得西方压住越南 成为新的 工业链中心 会不会最终成功呢 或许会成功 但是 不是一时三刻 起码这 两三年我就觉得 未有这样的可能性 好 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